又回到要財財經台的問答環節 今節身邊的嘉賓 依然有Rafi為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早安 大家有任何移民都歡迎繼續打電話幫我們 電話號碼是28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atbschannel.com 事不宜遲先聽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裡有一位梁小姐 早安 早安 請問兩隻股票 一隻是893 一隻是1733 893是1.66買的 我想看看它會不會試低一點 是 好啊 先看看893 中國鐵貸 梁小姐1.66買入的暫時 今天都跌了一些下來的 股價是跌接近2% 正在做1.5 這隻來說 你覺得是可以怎樣部署 如果你說8.3方面 剛才梁小姐問到 沒錯 1.66買 也算是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他們現在的價位來說 的確來說 價位上面 由低位之前大概10月頭 即是大概1元邊這位置 反彈 其實去到最高 次過兩次 大概過百 這些所有水位之後 其實相對都見到少少回落 好像見到很明顯 萬八來說 稍稍見到的阻力 也算是初步嘗試過突破50天線 但突破後又再壓下來 所以現階段看 的確50天線的阻力挺大 甚至現階段的勢頭 已經叫做跌穿了 這個之前所謂的短線上升的一個狀態 一個底部位置 即是過落這邊位 所以現階段來說 你說有沒有機會再進行調整 或者調整的什麼幅度 我覺得某程度上 真的有機會 會稍稍試多一點水位 但來說試到什麼位置 我覺得 有機會先試過四這價位 因為過四正正是十月中的一次低位之外 亦都是這個 叫小小的幾次試底的一個頂部位置 拉回一條線 亦都正正大概過四這邊位 所以我從頭上 應該過四這邊位 如果相對見技術上看 這個支持力度應該也有在 但問題就是要看回 當時去到這價位的時候 那個的固壓 或者那個力度大不大 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都見到不是太大固壓的時候 其實相對我都覺得那些位置 應該有些承托的 應該未必那麼快穿下去 更何況來說 好在好在這幾下 叫做高位 但剛才所說過八 小小的調整回到來的時候 相對這一陣 都不算太大的一個固壓在這裡 即是固壓的勢頭 未算過大 只不過有機器技術上的調整 所以某程度上 初步看回過四先 如果過四手都穩的時候 其實不用太害怕或太急 現在一段去到只是指示力場 但相對來說 如果過四穿了的時候 我覺得適當地 就算不走完 都一定要部分減遲 即是適當地 即是把水平 控制回到大家自己 接受到的水平之內 好 謝謝你 梁小姐 你不是想問1733的永輝招煤 是的 我2.7買的 2.7買的 是2.7買的 是 看看那個會不會試高位呢 好 你是打算短炒一下 還是可以拿長一點 短的 好 回來看看 其實永輝招煤 我看到它由半年低位 過半度都彈了不少 5.6已經彈了超過1元 現價做2.6 其實來它的買入價 都只有1毫子 你覺得上網空間有多少 是的 這隻來講 買入價方面 現階段都叫做比較高的少許水位 暫時漲面上有少許虧損 但正如這次所講 始終這隻股份 由低位大概1.5 這位置 其實只是10月初的時間 短短一個月 已經回到2.8樓上 即短短一個月裏面 升了成大概過四 這麽多的一個價位上來的時候 怎樣都要在高位上 整股滑透氣 但也好幸好 真的 見完高位之後 其實近期都只是不斷 在高位大概2.5至2.8 這區間 不斷浮沉 或者不斷去到少許的調整 暫時沒有大大一點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正正來說 都好像我這樣說 拉回到橫線來說 正正2.5 你會見到幾次試完之後 其實相對都是有個支持 現階段來說 只在這個框框裏面走 所以我覺得某場上 只要一天 都未叫跌穿這個框框 即是2.5這數位的時候 暫時風險來說 不算太大 只是等著 即是剛才這樣說 即是低位之後 即是回升這麽多之後 稍為在高位做幫助整固 只有某場上整固這一段 在這段時間裏面 仍然手溫這個框裏面的時候 而當調整完了 或者還有一些利好消息 即是始終回碳的行業 始終有少許季節性因素 我都會覺得 可能這一陣相對抗跌力 都有回到的 所以應該來說 慢慢慢慢 只要不下次 2.5不穿的時候 其實有條件 再試2.5這數位 但只要說 即是接下來 也一樣 試2.5之後 能不能夠突破 亦都在看當時買本的推進 力度 夠不夠能夠衝破 因為後面看到 剛才所說的框框 其實2.8這價位 加上之前那次 都試過差不多三次 所以某場上這個阻力 現階段也算稍稍大 但問題就是 只要當一衝破得到 其實某場上能量度回 可以嘗試大約3.1至3.2這價位 但問題就是 何時衝破2.8 我覺得現在來說 稍為給少耐性 等一等 如果只要不穿那半 其實這個耐性 我覺得可以等待 其實要等 衝破2.8 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謝謝你 梁小姐 清楚嗎 很清楚 謝謝你 謝謝你的電話 梁小姐 拜拜 接下來還有一些時間 Rafi 想和你談談一些零售股 就見到 398 東方標刊 上個星期公佈了業績 但不是做得那麼理想 令到股價上個星期 是跌了幾多下 今天仍然在跌 而另一隻零售股 大家比較熟悉 都是有隻483 就是鮑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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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基本上 很多人都見過 在香港 周圍都會在大小商場 都會有分店 它在上個星期發了一個刑警 令到今天股價跌了差不多 超過22% 現價是在做2.24 他們說到 預計九月止日半年的盈利 按年會大幅下降 主要是因為經營成本增加 看到CV出來之後 股價跌了很多 其實想和你討論這一隻 你覺得是否這麼差會做得 如果你說說到整個本地零售股 或者先說回鮑浩斯 的確來說 這次你說 今天這麼大跌下來 正正剛才Nisa說到的 就是受到刑警的消息拖累 某場上不斷強調的就是 始終 你說就算不要看內在的一些詳細資料先 只看刑警的消息 其實已經令股價 即是有一個足以不太好的表現 再加上今天這樣的市況 或者這一陣市況出的刑警消息 就更加連跌勢 更加至急 所以這兩個因素 已經令到整個股價 會被拖累下來 至於詳情來說 或者看實質來說 始終它都自己說到 是經營成本的問題 因為始終來說 很明顯看到 你說和內地方面的銷情 始終現階段 很多本地的零售股都是 其實不是近期 或者近年才進入內地市場 但是內地市場方面的業務 其實一直到這一刻 都處於虧損狀態 雖然某場上這一方面 的確對兩邊都有業務的零售股來說 只是內地市場的虧損 其實都不少打折扣令整份業績 所以這一方面 包浩斯也不賴外比 內地方面拖累了 而來的話 就成不了問題 始終來說 好明顯看到 你說包浩斯賣的衣服 主打的一些年齡層面 或者是否很受歡迎 某場所我覺得的問題 不是說不受歡迎 但是始終我覺得 始終變化 現階段來說不受歡迎 太大 很明顯大家如果一走開都知道 好像這時候說 鋪體有很多 或者這個品牌 大家都比較深入民心 但某場上我覺得 無論你說幾年前 或者到現在 這一刻都好 其實變化的確不是太大 在變化不是太大之下 吸引力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要保持營利的營業壓 的確比較難些 再加上來說 始終近年來說 特別是頭半年 成本方面的上漲問題 都會令到他們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所以不多不少 今次的營景 或者成本業績做得不太好 都比較難避免 所以正正來說 幾個因素加加盲賣 的確令到股價更大 至於說整個本地零售股也好 或者之前說東方標誌也好 整體來說 現階段你說是否賣得很差 其實不斷強調 都要分開幾種去看 如果現階段 始終不斷強調 香港的經濟 都受著外圍方面拖累的時候 零售股看的話 我覺得現在賣些貴一點的產品 可能真的要打折扣 正如剛才八六四億也是 始終那個價格來說 不算太便宜 都是比較中高短檔 某場所人大家都覺得 以這個價錢 是否值得買這些衣服 其實某場上真的打折扣 所以幾隻加加盲賣 如果現階段主打賣貴的 奢侈品少少的零售股 的確前景上不是太好看好 但如果買一些中低檔 或日常生活品多少少的零售股 暫時為止 我覺得問題不大 正如沙沙或脆血方面 影響不算太高 所以如果要看整個零售版 我建議抹開兩邊看會好些 謝謝Rafi 我們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依然有問答環節 會有另一位分析員和主持人 跟你們見面 Rafi要申報 剛才說過股份 有沒有遲到的 沒有的 謝謝Rafi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繼續打電話 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電話號碼是 200-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我們現在先 稍後見 感谢观看